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别谢托经南德文 经与无量聚之节 读诵授词一如是 读说修行者更难 句言八起篇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年友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好 请翻开 第几页啊 两百页吧 我们上次呢 讲到这个 尖 有尖这个文诀啊 历解有尖 有尖待 那所以你看这个 那所以你看这个 第两百页 第四 第四行这边 富有间文诀跟历诀两种 就是我们现在在决断有些疑问的时候啊 你在学习戒律也好或是学习经论啊 碰到有疑问的时候呢 道学律师呢 在戒律上呢 我们要先找相关的戒律 相关的戒律或是案例 有律文或是找案例 如果没有案例呢 那你就要用意理来决断它 用道理来决断它 那所以这边呢 不是只有一个而已啊 我们可以呢 会有相间的 就是我决断了 我可以找律文啊 找案例啦 或是呢 来决断它 所以他这边就解释了 所以他讲呢 如律令下境解戒 律上呢 律令就是律上他讲呢 戒下安居以后 那才解除大戒 那我们出交中呢 那个会有大戒 就是你在这个区域里面 这个大戒里面呢 出交人呢 都要来集合 他有一个范围 那这个 解下安居以后才解开大戒 因为解下安居 他要在这个大戒之内 他不可以乱跑出去 名相出的时候 那你如果在解下安居 你呢 解来解去 那个怕呢 不知道说到底是大戒在哪里 他会走出去 那这样呢 会有 破安居啊 所以就是一般来讲 都是解下安居 结束以后 才会改变那个大戒 但是呢 如果 我在解下安居 真的改变大戒呢 可不可以呢 亦云 这边就是绝云 用亦以来决断啦 说 此为 诸戒同寿 得一 同寿公得一 诸戒就是有两个大戒 他们是在 譬如说他两个道场 他是在隔壁 那他在解下安居的时候呢 他把他大戒解开 再结成一个大戒 这两个四面院呢 就在隔壁以后 他把他全全部圈起来 一起受公得一 公得一 就是有加沙 不是解下安居才可以解除大戒吗 他现在呢 为了要受公得一 他把大戒 本来是两个寺庙 两个大戒 现在变成两个寺庙 一个大戒 所以他要 做结婚法下一起啦 这样可不可以啊 不是 不是说 解下安居结束 才可以解大戒吗 那如果你要 解除大戒可以吗 那怎么办呢 因为你现在碰到了啊 其实没有 没有呢 这个 规定说 会破安居啦 所以呢 道宣律师他就 引这个 人云文儒十颂 就他找到十颂律 这就 律文 律文就是文绝 十颂律说 可以啊 解下安居你 解除大戒也没关系啊 又引呢 那这个是律文有啊 律文有啊 那还有举这个案例 立决就是举我们 十分律的律文 如安居敬 安居未尽 安居未尽 自自不破下为例 安居还没有结束 啊 那 自自不破下为例 那这个 那这个 他就引这个例子 所以他这个就不破下 啊 那这个 他呢 这个 解下安居以后啊 那所以他这个 不同的 啊 他 他到另外的界嘛 啊 他到另外的界区 又去自治了 他没有回到原来的大界 那这样也不破下 啊 看起来他有两个大界 或是他有两个 啊 这个 那 他呢 那个 就是引我们的案例 啊 来解释了啦 那所以这里呢 就是 一绝 文绝 立绝 一理来决断 啊 应该是可以啊 不会破案居啊 因为他们 是按照道理来的 啊 那这个 又找例子 又找其他的例文 所以他这个 一绝文绝 立绝 他会相间 啊 他会相间 啊 那这个 他本来自治 这边讲的是 自治本来是呢 一般呢 他是 啊 我们是7月15号自治 啊 7月15号自治 啊 啊 这个 就引我们的例子 再看第三个 文绝当中呢 文绝通中意三句 自有文兼立者 啊 文兼立者 这个你们有说你对照讲义 你会比较了解 我们的义绝他会兼 兼那个立 举出案例 举出律文 啊 他会相间的 啊 那如果是 这边又讲呢 文绝也三句 文绝他也会通 案例 还有按照义理 啊 或是呢 两个都有 义理跟案例都有 立绝 义绝 还有 兼这个立绝跟义绝 都有 啊 好我们看 所以这个 文绝呢 第三 文绝当中 亦有文兼立者 如遗下不破 我们遗下不破 就是遗下 我们现在结下安居嘛 结下安居呢 那我现在要离开 啊 我这边住不习惯啦 有难员啦 饮食不挑啦 生大病啦 啊 这边吵架啦 或是有难员啦 地震啦 或是呢 火烧啦 那这个有一些原因呢 这个寺庙我不住了 我 移下 你本来结下安居在这边啊 你需要移下 可以吗 那这边就 戒律没有讲到嘛 就是四分律没有讲到 这时候他就引这个 摩以文 摩以就是 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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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 就去找 逼你不论也是绿文啊 逼文说 不破安居 可以 就是这边移到那边 那边移到那边 不破安居 又引 十送 生起 他又找到十送跟生 生起 他的 这个绿文呢 逼你不论是直接讲 不破安居 这叫绿文 就绿文有时候是 明摆的写出来 不破安居 有些没有明摆写出来哦 他写怎么样 是送律跟生起 他写的是一个案例 这叫做立诀 他说两处受益为利 两处受益 这个出家人他受功德医啊 我们呢 功德医为什么叫功德医 古代袈裟很难得啊 啊 袈裟是他最大的财产 出家人呢 他 偷偷起始 行教 所以 他最大的财产就是 袈裟 那你看南传的袈裟 南传的袈裟 他都穿在身上呢 走路 睡觉 啊 他会 走路的时候 会磨来磨去 因为那个袈裟很容易破 古代是棉的 所以你看呢 南传的袈裟呢 你看呢 解下安居 或者平常都会供养袈裟 因为那个衣服呢 你看我们 南传的衣服 不像我们北传的 北传就是挂在一起呢 你可以用呢 一身都不会坏了 捕来捕去就好了 南传的袈裟不是啊 他要卷来卷去 哇 挂上去 卷来卷去 很多卷法 被你这样卷来卷去呢 又走路 这袈裟很容易破的 这也是棉的 所以常常要修补袈裟 那修补袈裟呢 接下安居呢 晚了以后呢 就会出去会找布啊 古代布很难得的啊 我们现在呢 要想像古代 我们现在布是布之前啊 我们现在布都是化学的啊 现在真正的免的很少啊 我们现在身上穿的 你身上穿的都是免的 有吗 没有啊 都是化学的 都是弄的 有没有 都是化学的 都是石油体念的 古代不是 古代都是呢 绵的 所以他很容易破 那所以呢 你接下安居以后呢 那你呢 有功德 就是接下安居以你 如法的来受持 所以 用功办到 人家会供养袈裟 你就不用再去找衣服了 因为衣服 古代是最昂贵的 很难得的 所以 出家人他要修补他的衣服呢 他要去找衣服 不用 你就是受功德衣 人家来供养了 那结果你接下安居呢 你是跑了两个道场啊 三个道场啊 结果你还可以受功德衣 你到自治的时候呢 自治 自治 自治就送戒了 那因为他是接下安居呢 叫做自治 自治就是 任你举罪 没有什么过失呢 所以 这个 神团啊 或是佛制的戒律里面呢 他是非常的 有智慧跟有民族 而且是 向着圣道 就是我要反省我自己 我如果不能够反省我自己的时候呢 那别人会 规劝你 你要改过 所以有这个机制的 自治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有时候呢 我们说要有惭愧心啊 所以他自治的时候呢 他就要被别人家举罪 人家会 叫他去忏悔 所以这些都是 这个生团呢 特别的一些呢 做法 我们说一般的 在家众啊 或是一般的 那个人呢 他没有这个机制 他不愿意接受人家呢 告诉他你做错了什么事情 他爱面子呢 他就会恼羞成怒 可是出家人不是 出家人是 人家告诉你错误了 那你就要反省改过 否则会再加一条罪的 所以在家跟出家呢 各位有些详细的例子 你们也是看不到 或是撒民也是一样 但是这一篇呢 有些我们不讲很复杂的 但是你看到的 是不是大概你会 你就知道里面很复杂 而且里面很多规矩 是向着圣道的 为什么戒律那么重要 因为 你们如果撒民或是在家 他只是看到五戒 八戒 十戒而已 你还看不到那么多 但是你在生团里面 就会看到呢 你就知道 这边有很多规矩的 这些规矩都是在 降虎烦恼的 所以这个人呢 他呢 自制的时候 他反省忏悔 他愿意接受改过 都是修道人的风格 我们修行就是要断烦恼 要解脱生死的 要把烦恼呢 能够 我们什么叫烦恼呢 贪嗔痴啦 都是烦恼啊 我们起贪嗔痴啦 或是我们呢 菩萨界里面呢 这些呢 嫉妒啦 召恶口啦 两舌啦 打妄语啦 等等呢 很多啊 就是在呢 我们 从凡夫要到圣人 出家也是凡夫啊 从凡夫到圣人 他要经过怎么样的磨练 在法上呢 一直增长 所以为什么说戒律很重要 因为这个谋念才是 你去对峙烦恼 什么叫烦恼 什么叫修行 就从这边修行啊 你说我念不啊 我诵经啊 我诵多少我经啊 我拜多少佛啊 你跟人家一相处就是烦恼啊 嫉妒啦 恶口啦 讲东讲西讲八卦啊 就跟人家呢 起烦恼起生气了 这个我们就要改过了 因为这个就是要对峙的地方啊 你送了那么多经 送了那么多大波罗经 拜那么多呢 大波罗经呢 结果呢 一眼不 不可呢 马上呢 火冒三丈 你不是拜大波罗经 一切都是不可得吗 很多人就这样子呢 你不是呢 送多少金刚经吗 你呢 贪财贪色比别人还厉害 那你送那么多金刚经干嘛 就是你没有对峙自己的烦恼嘛 你送那么多金说有功德 真正的功德就是 所以戒律才会讲说 这个是基础 你这个基础没有做好 没有惭愧心 没有要相见相交 懺悔不愿意去改过 那你怎么能够增上 这边修行那边在漏啊 这叫漏嘛 所以戒律为什么要一个地基 把你没有补 都补上去了 反省改过就补上去了 所以在自治的时候呢 他可以受医 因为呢 反省改过 所以他可以受功德医 人家供养呢 他可以接受 这些在出家人很多戒律里面 他会有很多很多规定的 这边是简单讲 所以他可以取医 结果他是呢 自治他是 他是呢 在这边自治 可是他接下安居 有两个地方 这边安居了 他又移到那边安居了 最后才这边再自治 自治就最后一天了 结果他可以受功德医 他可以接受供养 那表示他没有迫下 因为迫下不能接受供养 所以啊 那表示一下 他这样移来移去 就没有迫下嘛 才接受供养 所以举这个案例 证明说 一下他不破安居 这样知道吧 因为这边都是文言文写的很简略啦 所以 你们刚开始看的时候 会比较难一点 但是呢 慢慢解释你就知道了 所以这边就是会引呢 文诀 用绿文来引 那再举例子 在立诀 就是文诀跟立诀 那还有呢 义有文兼义者 就绿文在兼这个义礼啊 所以在四分律他讲呢 说但云离开寿七日 这四分律呢 刑事超呢 在十二卷四十五页里面 解释暗居的时候呢 比丘尼呢 他请假 可以开圆受七日法 他的原文是呢 不允多者 就是他没有开圆呢 请半个月 请一个月的法 我们请假有三个方法 一个是请七天 再来是十五天 再来是三十天 解释暗居的时候 结果他比丘尼 只规定请七天而已 像比丘可以请半月法 一月法 那就问了 那比丘尼 不能出去那么久吗 这边就文诀了 这边就是隐生其律了 生其律就是律文了 所以他就文诀 他说啊 尼武解谋受法 比如说呢 申其律直接讲说 比丘尼他没有解谋 受这个过七日法 这解谋受法就指重法解谋 重法解谋就指他要受半月法跟一月法 就是他要请比较多天 他要生团要集合 做结谋法他才可以 结果比丘尼他没有这个法 表示他只能对手法 对手法做七日法 所以他这边讲呢 这边他讲说 若塔是身是游行者呢 受七日者 生其律的 这个形式号他是解 就是你有什么事情 佛法身是啦 塔是啦 要去办事情啦 这些出去请假出去是可以的 但是只限七天 那为什么呢 人云所以然者 所以然者就是 为什么比丘尼他只有七天的假呢 这边在讲出那个议理啊 所以这边下面就是议诀啦 上面是文诀 他引这个律文以后呢 那比丘尼会抗议啊 会抗议说 那为什么你们比丘呢 可以请假啊 那么多天我们就只能七天呢 那道宣律师呢 他就自己解释了 他说啊 以尼入俗 深善亦少故 他原文呢 是讲说 尼是女弱啊 不假多有啊 入俗外患 外化 深善亦少 就是比丘尼呢 入俗 在古代呢 比丘尼是 女众呢 他是弱者 不假多有 就是他 不可以到处乱跑的 你看现在印度也是一样 印度女众呢 女性呢 他是 很弱弱的 都会被人家欺负的 到现在也是一样 印度啊 印度女众呢 都会被欺负的 不要说你是出家人的 出家人更是会这样子 所以你不会到处去走 不像比丘啊 比丘呢 一个人到处行脚 到处跑啊 比丘尼你不可能的啊 你到处跑 人家就看你是出家人 他就会欺负你的 因为你没有亲人啊 那所以呢 他入俗深意 深善亦少 他离开生团了 他请假一定是离开生团了 一定是到俗人家去了 那你就会危险了 深善亦少 所以呢 深出善法的亦理比较少 所以他就是 七天应该就够了 否则你如果很久的话 表示你那边待很久 你就会容易被人家欺负了 你怎么没有回去生团呢 生团才会保护你啊 那这个是 那下面有讲啊 啊 这个 这 旦开七日 亦祭别远 所以 自己讲说 其实啊 必有长远啊 这个 事须前往 如果你真的要超过七天 其实也是可以啦 啊 他下面讲说 你真的有比较长的因缘呢 要去办 会超过七天 那这样呢 或容 返戒 重受七日 那你可以出去以后呢 七天以后呢 七天再回来 回来再请假 请假一次再出去 也可以 不是不可以的 啊 所以你七天要回来 再请假再出去 或是说呢 或比难缘 啊 所以你可以重受七日法 或是你或比难缘呢 一通之趣 啊 或是有什么难缘呢 啊 比如说 你出去了 或是 包括啦 这个 父母啊 请换事啦 或是你出去了 难缘啊 包括呢 水路道断啊 或是呢 这些呢 没有办法回来 那这样呢 你超过七天呢 没有回来 那也不犯了 也是可以 啊 我们现在 这社会呢 那 你超过七天呢 啊 比丘尼呢 女众呢 其实她也有姻缘呢 会 超过七天的 有时候三宝的事情 或是呢 她真的是会 超过七天的时候呢 她不是放逸的 或是她这个 啊 也是可以的 或是就是用这个 父母的墙柳啦 啊 父母墙柳啦 亲友的墙柳啦 你去呢 办事呢 墙柳就是 或是呢 你这个是有活法生事呢 那你一定要 要办的 或是父母的伤事啦 或是亲友呢 请托事啦 那你一定要去办的 才可以啦 那所以 这个呢 就 就开源的 就 你要办吗 你要办呢 那这个 他们一定要 你再待啊 再待呢 所以有时候 比丘尼呢 就是你要好 事情办完 你就赶快回来 会超过七天 你就先跟人家讲一下 这样也是可以 所以这边是有弹性的 不是 但是原则上 是以七天为主 神有弹性的 啊 这些都是 会有开源 啊 或法生塔士 这些呢 或是这些 父母请患事之类 也是有啦 啊 那女也是有 好 所以他原则上呢 他会解释说 为什么没有 15天跟30天的 请假法 这边就要 因为四分律没有明显 规定嘛 说不行 他没有说不行 结果他隐身其力 讲说不行 然后再用议理来判说 为什么会讲说不行呢 就是表示 古代的社会呢 那比丘尼他呢 不能够乱走的 好 那所以这边就是要把律文呢 有时候呢 有疑问的地方呢 要把它呢 去解释 又如呢 再看201页 又如五分一一说欲 又加一平等 又如呢 引这个五分律呢 一一说欲 一一说欲 就是请假 你不来参加开会啊 我们说节目法啊 就好像开会一样 出家人来开会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开会 不像在家人的开会 我们的规定是很多的 很多规定的 那开会一定要到啊 那这个不到你要请假 不请假你就犯罪了 又加义平等 所以他又加义理来平等 所以都自有兼义立者 就是兼待义理跟立子 就是他引律文 他又兼待义诀跟立诀 按立跟义理 所以他讲啊 如自然界无义界定缘 有则不定此其义诀 所以他引 这个 这边是义诀 人 然后这边 你上面 这边就写义诀 就用义理来决定 然后下面就是立诀 就案立 人引了论 就明了论 三有询界 合脚量取为立 又引实诵 善见等文 这你们看不懂 来 搬到198页 搬到198页 198页 这边有一个表 第四文诀 有三句 有没有 198页 第四文诀 有没有三句 有没有 三句的时候 他现在在讲第三句 前面我们都讲过 第三句 文兼义立者 就是他是文诀 可是他兼这个义理跟案例来决断他 第三句 198页 有书呢 最后第三行 那这个如自然界呢 文诀曰 自然界 这个 这个 这个原文是这样的啦 这边讲自然界 我们讲呢 这个早期啊 出家人要诵界 要做节目法 他自然界就是 他没有结那个大界 大界是四个脚镖啊 你看我们 南卜多士啦 戒律的道场 或是我们看 我们现在磁名士也是一样 都有大界 有大界标的 那结果大界标是 那个是后来才设立的 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出家人要开会 要集合 你说要集合 你看我们要打板集中 要集合 集合谁来啊 古代出家人很多 谁来啊 他要有一个范围啊 那时候还没有大界啊 四个脚镖 来就好了 古代没有啊 那这个自然界就是 没有大界的时候 叫自然界 那谁来 这个范围多大呢 谁来参加节目 参加 宋界参加 来开会呢 这范围要多大 所以他下面讲呢 超市十九以下 就行少第四卷 十九页以下 文绝 就自然界的范围 到底要集合多少 比丘来啊 若是比丘你开会 就比丘你集合啊 可是这个范围多大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奥克兰好了 你现在没有大界啊 我打板集中呢 假设我们旁边还有 或者还有几个寺庙 或是呢 我们这边是比较少啊 你说好几个寺庙 以前那个自然界范围大 那个寺庙也要过来啊 也要来集合 所以他这个范围要多大 所以他讲文绝 就是用绿文 找绿文有没有规定 所以我们四分绿 没有规定的 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都在讨论一个问题 那么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不是只有四分绿 为什么我们不是只有一部绿 我们还要找他部绿 等一下我会引经跟你讲也是一样的 那所以就说这个要解答的话 我们还要用他部绿 所以要请这个看这个 十颂律 十颂律呢 跟善见律 等文 十颂律他有讲的 方各一居如色 这个你们没有查 这个我跟你们讲 你们注意听就好了 十颂律他有讲到说 方各一居如色 他原文里面他讲呢 自然界各一居如色 一居如色 一居如色的意思就是说呢 所谓一居如色呢 所谓一居如色呢 古代我们现在古代的度量痕 还没有现在的公尺公分啊 公里啊 没有啊 这是现在世界各国规定的呢 古代没有这个地区这个国家 他自己规定一个度量痕啊 那个长短呢 重量呢 他没有规定 时代改变呢 朝代改变 他就会一直改变的 那我怎么知道说这个范围是 这个长度这个范围多大 所以古代呢 他有那个打鼓啊 打鼓啊 从在山上 我现在打鼓 打鼓的时候 听到的范围 听到的范围 那个范围 那就是一鼓声 这叫做一鼓声的距离 一居如色也是这样 一居如色 有时候讲一鼓声 就是我打鼓 你听得到 哦 那有时候讲两里 大概一公里左右啦 打鼓 那大概一公里都听得到 那你就要来集合了 那叫做 十送令他这样 方各一居如色 就是他方圆啊 大概一公里左右 你都要来集合 三间律也有讲到 那所谓意绝云啊 那所谓意绝云啊 这边就讲说 无意界定缘 有则不定 那这个 所谓意界定缘呢 就是他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说自然界的范围 到底是方还是圆 你是四四方方四角形的范围 还是圆形的范围呢 古代讲啊 道学律师呢 在秦少第四卷 十九页他讲啊 所以有些人说 一定是四方形的 那道学律师讲说 金解不然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 那个四方四围嘛 四围就是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啊 那四方四围呢 各无界限啊 各无意界啊 那所以 这个 自然界他不定方圆的 他没有说 规定一定是四四方方的 或是四圆形的 自然界他的范围呢 他 奸侠 这些呢 所以他这么讲 无意界定缘 就是 他没有规定说 一定呢 是 要远的方的 没有 没有这样子 有则不定 就是你的 自然界 如果是呢 有这些呢 这个 在明鸟论里面 他有讲说呢 何角亮取三有群的 有时说呢 比如说你的 你有聚落界啊 因为我们这个放尾自然界里面呢 他有包括聚落界啦 南落界啦 之类的 聚落界就是 譬如说 我是 我是寺庙也好 或是 我是一个村庄也好 那出家人在 比丘在村庄里面 这个村庄 他围起来的围墙呢 方的扁的圆的 都随便可以 他 这个村庄 他围的地方 你一打板击重啊 这个村庄里面 所有的比丘都拿来集合 可是这个村庄的 是圆的吗 还是方的 他 他外来外去 不一定的啊 所以这个 有着不定 就是你要看他 你那时候的集合的范围 你的阿兰洛也是一样 你的自然界 他集合的 那个范围呢 他那个 不一定是 规定是方的 还是圆的 所以他立绝云 他就举这个案例啦 如定结界有寻量 这是指善建律 你旁边注明是善建律 善建律讲呢 方圆七盘陀戒 就四方 圆就是戒体啊 就四方向的戒体呢 他呢 七盘陀戒 七盘陀戒呢 就是他结大戒 以三有寻为量 有寻 我们约 四十里来看吧 最大三有寻 最大三有寻 就是一百二十里 所以他 结七盘陀的量 所以 善建律 他定这个结界的范围 结大戒的范围 它是用有寻 我们说一有寻 有四十里啦 三有寻就一百二十里啊 你最大戒这么大的范围 那鸟论呢 就明鸟论 他讲何角量取之 就何角量取三尤群 就是你哪边弯道哪边 就是最宽的那个地方 最长啊 有些角 你就这边有角 或是这边远 好像哪边角最长 那你取三尤群 120里的量 他就要说 这里没有规定说 到底是方的还是远的 就是他自然界的 他没有异界定缘 就是没有一定说 定哪个 所谓定缘的 定方的 没有 就是所谓异界 无异界 无异界就是没有不同的界 我这个范围里面呢 没有其他的界 在跟你相交涉 因为我们要做 结魔法 我们要开会的时候 要集合来的人 是这个地区的人 你不要说 有相叠 相叠就是说 我到底是要参加 你们的开会 还是我 我如果是交叉 交集的地方 我站在交集的地方 我到底是要 你们的会议 还是我要参加 你们的会议 所以不能交集 两个界不能可以交集的 因为交集的话 中交集的人 如果站在那边 那请问我到底是要算 你们的人数 还是算他 所以界不可以有交集 不可以有异界 就是不可以两个 不同的界 会加载在一起 不可以的 像南普多士 郑爵士 叫郑爵士 是女众 如果郑爵士是男众 就在三下而已 南普多士 我们哈人普多士 旁边是大三世 大三世跟南普多士 他要围墙 要隔开 他不可以大三世 跟南普多士 我们停车场 我们停车场 也是大三世的停车场 也是南普多士的停车场 把停车场都截进去 也是他们的大界 那我如果站在停车场上 我去哪边参加结谋 同时两个都打band 同时要送界 所以不可以有异界 就是我大三世 那他的界 里面没有其他的界了 我南普多士 没有异界 就是没有其他 那我这里面的范围 没有还有不同的界了 那这样才可以 那你不管南普多士 是方的还是远的 都可以 这样懂吧 是我这个界里面 不可以有不同的界 在里面 就只能一个界 这样知道吧 所以无异界 定远 只要有不同的界 没有不同的界以后呢 那也没有规定说 一定是要远的 还方的 没有这样规定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 那这指我们来讲呢 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 到底自然界我要 集合多少范围的人 来参加开会 来做结谋法呢 这个范围到小呢 事分率没有规定 那我们就找 实送率啦 这个善见论啦 来来凯定 这个自然界的 这样知道吧 所以这边就是会用 文诀啦 然后用意理再去决断 还在找例子来决断 会有间 好翻过来 再看201页 这样知道吧 第三含这边 好 这边呢 我们举个例子啦 现在是在讲这个戒律呢 这边事实上是一个 其实是复杂的地方 可是让你了解说呢 道宣律是怎么样处理 不管他那时代 或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 困难的问题 我们未遇到问题呢 你都要先找根据 所以学戒律你要先讲 为什么我们要有根据 我们不可以用凡夫的字件 根据戒律的律文 根据哪个论的论文 你要有根据 我们的思维方式呢 那你没有 找不到律文了 那你要有案例 没有案例 那你才用意理 那个道理来决断它 所以我们的思维模式 都是很调理分明的 你遇到一个问题 你要先这样去处理解决 不可以就是 我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怎么样呢 其实都是主观的 这有时候呢 如果有时候不合道理的 所以你一定要找根据 那是最好 好那 比如说好我们讲经论也是一样 你读经论也是一样 比如说有人就问一观大师 问一观大师呢 讲啊 说啊 那我们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听说这个菩萨会有隔音之谜啊 这阿罗汉呢 圣文人呢 阿罗汉有隔音之婚啊 菩萨有出胎之谜啊 就有个居士问啊 那我们如果再回来 我们又迷了呢 这菩萨我不是菩萨吗 菩萨呢 他呢 这个入母态以后 他出师了以后 他就忘掉了 那我是不是也是也会迷掉了 不是呢 阿罗汉也会迷掉了 你看有阿罗汉呢 正果的阿罗汉 在经上有讲 阿罗汉呢 他是正道 二果还是三果 二果还是三果 这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呢 他父母亲呢 是杀猪的杀牛的 叫小孩子要杀牛 这个正果位的人呢 他不会 他不会呢 再剁三二道的 你杀猪杀牛呢 你又要剁三二道 你要杀生呢 他不会杀生的 所以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有些是讲出生 还是他呢 小孩子呢 他就 他就不吃 他就忘生了 因为他怎么 他落入这个屠妇家的时候呢 他也不会做杀生的事情 那这个 有些就会讲说 那我们呢 声闻人 他不知道他过去了吗 乃至我们说菩萨 也有出胎啊 也有隔胎之谜啊 那你迷惑了 那所以呢 那我菩萨呢 我到极乐世界 我回来 我也会迷惑了 我也认不得各位了 那我怎么去渡人家啊 这个经典上 也有讲到这样的 这个正道出地菩萨 来断肩祸 有些我们讲 经上来讲 要到八地菩萨 才断施祸 相当于士多阿罗汉 流祸润润身 所以他就会问这个问题 英冠大师他回答 我们说断肩施而祸 所以八地菩萨呢 相当断见尸恶祸呢 无功用行我横吹啊 无功用行我横吹 那这些呢 千百亿化身了 八地菩萨就不得了了 因为他的神通跟智慧不得了了 那见尸恶祸都断掉了 那所以他就讲呢 申闻人是指出国恶国三国呢 他断施祸还没有断完 他断肩祸还要再断施祸 和到三国还没有断掉呢 施祸还没有断掉 我们说虚托汉 施祸啊 这个施祸阿那汗啊 这个七番生死啊 一番生死啊 还有到这个不还果位啊 三国不还果位 可是他还在三界当中啊 他施祸还没有断掉 他说他还没有断掉 他如果来 他如果投胎的时候呢 那没有断施祸 他当时就要我迷掉 我不知道过去我是谁了 我修行到什么果位 如果是施祸阿那汗呢 他断剑尸恶祸呢 那就没有这个事情了 断剑尸恶祸 当然他不会再 欲戒再来受生了 他不受后悠了嘛 所以有些讲 那生文人也会有隔音之婚啊 生文人呢 生文呢 是指三国以下的才会有 才会迷惑 他不知道他一过去了 四国他根本不会来了 他施祸都断掉了 那你菩萨也是一样啊 菩萨呢 我们刚才讲了 出地到八地 那你有些事物还没有断掉的菩萨 他会在人间 他会在欲戒 再去度化众生呢 再去修行的时候呢 他还是不知道的 他事物还没有全部断掉 释迦牟尼佛呢 你看他还有 他的本身级里面呢 他当动物都有 当畜生道都有啊 他是菩萨呢 不得了了 这是菩萨啊 这是不得了啦 不是一般人呢 可是你看起来 他跟一般人一样的 他 他失货还没有全部断掉 所以 这个 云光大师就讲啊 往生西方呢 事实上你失货 见失而获 往生西方以后 你失货都会断掉的 你回到人间 回到三界来呢 是趁愿再来的 趁愿再来就会化现 或是入胎 就随机应现 可是你入胎呢 你出胎呢 你不会迷掉 我们讲的呢 八地菩萨以上呢 你正道福生法人呢 八地菩萨以上呢 他不会再迷掉了 可是他会视线 好像跟一般人一样 会视线好像迷糊掉了 实上 他实际上不会迷掉 你看我们那个旁居士 旁大士 他一家人 大侧大悟的 相传是弥德菩萨再来的 他也是跟你视线 有妻子儿女 这些妻子儿女呢 都是大侧大悟的大菩萨 可是他跟你视线一样 他还是种田 他把他的金银珠宝 到最后都丢到船 开船来丢到大海里面去了 他也不用了 可是你看起来 他也是跟一般人一样 所以事实上呢 他视线这个迷相 事实上这些人都没有迷情可得 好像作戏这样 苦乐悲方 但是做得酷笑也 他做得很像 让你看不出来 这个人是菩萨 你看这些呢 有些呢 我们的祖师高僧大德 他在世的时候呢 他你看起来 跟一般人家 也是因为生气也是有家庭的 往生以后 你才知道他是不得了的人 所以他心中呢 完全不会杂染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呢 你把僧文人说会有隔音之婚 菩萨会有出胎之谜 那你这些地位呢 你把这个你要用 一起来看呢 那这样我们菩萨呢 也会有隔音之谜不对 因为菩萨有多种 会断尽师父的呢 那才会有隔音之谜 你如果断掉师父的 菩萨不会的 你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呢 你呢 物无生法人 八地不上呢 这些呢不会的 所以不可混同而言 所以有些问题呢 用经论上的义理呢 你看 你也是要是去 在引经 或是用义理来判的 所以这些都是呢 跟戒律是一样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 下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